警察局 我们的主任秘书 还有督察长 还有西洛分局 斗六分局 胡伟分局 这些分局长 以及我们主任秘书 还有督察长的一个调任 那今天是一个交接典礼 那我除了感谢我们 每一次来到云林县就职的 所有的同仁 警戒同仁 他们都有非常优异的表现 那我想 我在这里特别感谢他们 在任期内 见忠职守来守护 我们相信生命财产的安全 那新调任的 无论是主任秘书 或是督察长 或是我们这几位分局长 我相信他们都有 非常丰富的经验 那同时呢 在其他县市表现也非常优异 那今天有这个缘分 有这个机会 来到云林县 我表达欢迎 也表达恭贺之意 那希望我们能够同心协力 那同时我们警察局 新任的我们李摩旺李局长 那我相信他也带着 这样的热情跟专业来到云林县 所以我也期许 我们来到我们云林县的 这几位新任的分局长 都能够配合我们警察局 我们李局长 能够同心协力分工合作 来守护我们乡亲 生命财产的安全 那我想我们云林县警察局 从历届的这些 我们的局长 还有所有的分局长 他们在很多重大的这些刑案 那包括我们的这个治安方面 交通方面 还有服务乡亲方面 他们其实都表现非常的优异 而且能够在第一时间里面 表达对乡亲的一个关怀 无论是我们的护农专案 或是我们所有乡亲的需求 他们在第一时间 都能够让乡亲满意 甚至把乡亲的小事 当作是我们警察同仁的大事 所以我想我们在这样的 共同守护之下 我相信我们云林县的治安 会越来越好 交通会越来越顺畅 那让我们能够 直接来服务民众 体恤民众 我相信这会变成一个非常和乐 非常祥和的一个现实